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变 会麻烦 都是拿画笔工具画的 因为画笔还要方便一些 你说钢笔工具一个一个高的话多麻烦 对吧 你对方也是稍微画一点 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把光影调得干净一点 这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光影是过度它的一个灰度 我们画笔是为了让它有细节 像画素描一样 我们可以先用一些千灰 或者碳金笔特殊的材料 先把纸上的图案 就是图形给它做出来 立体感做出来 棉眼胶线交代出来 然后在这里面去勾一些线 勾一些细节 这个线条跟细节就相当于我们皮肤的质感 那个黑色的影子就相当于我们交代它的立体感跟光影 光有线没有立体感 这个素描的图片就显得特别的碎 支离破碎的 有立体感没有线条 就感觉这个图片特别的肉 没有骨架 就是一堆肉 所以只有两方面都得有才可以 所以我们既有细节 既有细节 又有立体感 才可以 所以这两层看 一个是交代细节 一个是做光影 所以 缺一不可 上面你再把 这个眉毛边缘的地方 再写下 每一步怎么操作 这回应该都很清楚了 只是一个细节的问题 这再把这个光影 就做了点调整 颜色 补一补 白颜色的这个毛发去掉 好 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这个眼睛已经精致很多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组收起来 之前 皮肤跟细节 做得已经很好 那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再想做一点双华的话 就像刚才说的瞳孔呢 我们可以稍微精致的去处理一下 新建一个空白图层 先从这个通线开始吧 像刚才一样 画一个圆 那比如说我这个圆画的不进去 我老重新画 还是画的不进去 怎么办呢 你可以直接新建 直接可以先填充 直接先填充 任何一个颜色 不管黑的掰的都可以 然后再把变成黑颜色 透明度降低一点 Ctrl T可以变形 可以变形到你要的这个形状 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还是变成黑色 百分之百 放出光在复立层 为了区分这两个图层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我把第二个图层变成白眼层 所以往上移动 下一个图层的一个图层 减须掉出来 然后把这个图层承掉 高西毛主 太多了 太多 就找这种感觉 找这种感觉 既不是很清晰 但是又不是很假 30差不多 我们就放这么大了 30 透明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比如降低到70% 添加图丝蒙版 把多余的地方删掉 人一地方多余 就是我们的上眼皮 这地方不要 下眼皮这地方 是不是也不要 所以这一地方 一样可以处理干净 右侧这个块 我觉得也没必要 因为右侧也很黑的 直接拉键就不要了 我们只为了要左侧的 这个线 然后我们在他们 就是他们新建一层 50%灰的柔光 然后我们就大画面 再把左边这个面的 我们做一个加深 不透明度跟流量稍微小一点 让它来做一个过渡 为什么这个边缘线 我们不用画笔做的 因为边缘线 我们自己画的话 也不能保证 整个线画的深浅程度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种前冲 去帮我们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 然后我们再去手中 去做一点过渡 你说为什么不用现金光 不用 或者不用别的一款模式 非要用柔光什么 我们用中心灰也不用柔光 刚才我们用这个 加深减淡 用柔光 或者是我们在平时加对比的时候 都是用柔光 柔光还是要自然一些 柔和一些 人物的照片 所以柔光 现金光它太强了 就有点湿针 就火了 过火了 过头了 而且你的反差特别大的情况 就很难控制 所以柔光相当于自然一点 这是我们把外围 都做一些加深的处理的 但是你仔细看 在这里面 还是有一些深浅不一样的 滑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要精修的一些细节 为了避开颜色的干扰 我们可以做一个 见背音色 给它去一次 这个就不需要加深了 因为细节有很多 细节已经看到很多了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 去把一些稍微深的颜色 那你用手绘版了 给它做一个局部的修改 要压力关掉 不要完全插的 都是一样的 就比较大的地方 你给它插一插就可以了 然后这块有点可以 所以插一插 再用加深工具 把一些量的地方 再给它加深一点 你画几笔没反应 就得去不断地调整 我们的波特明度的参数 你画的方向 你一定要跟它的结构方向 并将它抑制 到一 closest 就明白了 然后再让我们做一个 参数 再做一个 就是据 我我们的这个 这边 它这个顶 под 我可以晒得 它这个顶化 它这个顶化 它是一个顶化 让它这个顶化 它这个顶化 就可以把钢子压力打开了 我要的就是有点渐渐的这种感觉 就像一个太阳照射大地的感觉 我们做了这些细节之后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之前 是错 是吧 要清楚很多了 干净很多 然后这个颜色呢 其实本来颜色其实就是有一个渐变的 这块是偏蓝色 一些中间是有点发黄 这个可能跟这个不同的人种 包括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国家都会有关系 所以这个瞳孔颜色 我不建议刻意去改变 就像帮一个 不知道哪个国家的 你忘了很早以前的事 我把眼睛给他自己填成一个蓝颜色 他觉得他又很生气 他说我们这个区域的人都是白颜色的 这个孔孔 你跟他做蓝颜色的你就把我们的种族给换了 我们很齐齐这样的问题 尽管说我不生气 我都理解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以后再去帮别人修设 不要刻意去改变瞳孔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能作为一个 亚洲人的话 可能瞳孔都是褐色的 我们为了追求时尚 追求个性 可以在各种颜色的美好 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可能会对这些方面很忌讳 所以千万不要注意这点 不要随意的去改变瞳孔 当时我是考虑的 他孔孔的颜色 跟桩的颜色能形成一个互运 但是没考虑到细节 稍微给他做一个例子 但是画的有点还是不太自然 再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用大画笔 稍微再做一点简单 能好一点 对吧 这样的自然也行 然后如果在这个 去基础上修完的光影镜上 我们去再给他做一点 装面的处理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是有一个装了 我可以把它再上一点 装的颜色 就是这一块 太长 我用钢笔工具勾一个形状 这块一般是不是翘下来的 这个还是不要有这个转折的 颜值上眼皮的这个边缘线 新建控卖图层层 你填充一个你想要颜色 那比如这个图你觉得填什么颜色合适吗 填个红颜色行吗 太划造了 先把混合模式改变一下 我们可以改变成什么混合模式 颜色太鲜艳了 你可以把控制度降低 或者把明度降低看看 也不行 再看看 好一眼 我们先把颜色找准吧 红颜色可能是不行的 我们换成一个蓝颜色了 蓝颜色更深邃一些 金色也不错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成本 也可以做创作 所以我们PS可以给它上装 当时我发这个图的时候 那个化妆师就说 完了完了完了 以后没饭吃了 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这一张图 休这么长时间 那化妆化好之后 我们就会生很多事的 你这样调的话 可能 你也许可以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颜色 如果是你有很确定的把握的话 你直接在这里面 选择一份准确的颜色就可以了 还是选择蓝颜色 太深 把明度和把握度稍微降低一点 不要太刺一样 这还可以 说明我们用颜色鼓膜是可以的 没太大问题 这一块呢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模糊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妆的话 你可以模糊的小一些 你想让这个妆变得非常的自然 融在其中 你可以高次模糊的多一点 你看这样就很融合了 不会有清晰的一些边缘 比如我稍微模糊一点 这样会更自然一些 就是我们对眼皮做一点 做一点这个妆 然后我们下眼皮 是不是有点白一点 下眼皮的妆呢 我觉得就要稍微自然一点 模糊的可能要多一些 新鲜空白做成 Ctrl是不加 也就是一不小心就按全m了 所以你先不用语化 语化我觉得还不如我们模糊的更直接 你先随便填充一个颜色 改成颜色模糊 重复我们上一次的操作 刚才我们说的CtrlU 做了保护度的调整 如果你想再一次的执行保护度的话 可以用CtrlAlt加油 会自动记录我们上一次的操作 对这层我们可以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高次模糊 透明度可以稍微渐低 感觉拖影仪显得不是很舒服 可以透明度来低一点 包括上眼皮的透明度也可以稍微低一点 如果你想有一些颜色相撞的话 蓝颜色跟什么颜色搭配会好看一点 跟什么颜色搭配好看一点 这两股如果说我想再加一个颜色 那很多彩妆它会有一些渐变色在里面 加点谷色加点黄色是吧 加点黄色可能比较适合皮肤 皮肤本来就黄颜色的 加点黄色可能不会那么跳 你加成一个阳红大红可能太刺眼了 所以这块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 黄颜色新建控卖组成 在这块我们可以选择替换一下词项 黄色 拿画表就随意的勾引力 这块我也稍微来一点 颜色模式行不行的 不自然对吧 其实化妆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的意思 左边来的颜色右边来的颜色 最终拿大刷子不得去做过度 所以我们的画笔或者我们的渐变工具 可能会比化妆师的笔刷会更容易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高丝蒙 等一下就好了 添加图形蒙版 把多余的颜色我们给它擦掉 颜色以后保护度高一点 这个颜色是稍微舒适一点 之前之后 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你可以做可以不做 就是你如果要做的话 应该怎么去操作 它应该稍微降低一点 稍微自然一点 上面的眼影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在维护的地方可以来一点颜色 稍微大一点 你做大一点的话 方便能做渐变 我吸一下刚才那个蓝灰色 变成 变成颜色模式 你这混合模式的话 你们有没有想到有快捷键的操作 混合模式 之前我们都是点点点 如果有快捷键多好 有没有 没有是吧 绝对有的 Alt Shift加ABCDEFG 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混合模式 我们比如说颜色模式应该是 Alt Shift加CColor 对吧 就颜色 Alt Shift加C 那如果说我觉得一个混合模式不好 我想换一个 换成正常模式 Alt Shift加N 正常模式 Alt Shift加上我们的每一个字母 代表一个混合模式 常用的你记住就好了 你自己去试哪个字母 哪个字母是哪个混合模式 换成正常模式 眼睛就容易 妆画得差不多 我们就会把睫毛稍微刷一刷 你可以先做睫毛 你也可以先画一眼 但是在化妆的时候可能这个顺序有可能会比较讲究一些 但我们来做的时候呢 应该都可以吧 如果说你先画睫毛的话 后上妆 有可能你上了一个妆呢 把这个睫毛压住了 你先上妆再画睫毛呢 可能这个睫毛就比较干净一点 当然你可以调整头顺序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把钢笔压力打开 把画笔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大小 跟这个睫毛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然后吸一下睫毛的这种颜色 它不一定是纯黑色 你可以吸一下它的睫毛颜色 然后在这个机会上去画这个睫毛 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睫毛到底长在哪一块 它是不是长到这一块 大家 所以有人把睫毛画到这一块 我觉得很无意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睫毛要不要画片的 有人长到这一块来的 你这是恐怖片里面 还是稍微深一点 就不要乱画 那可以 这个笔压 你确认一下窗口画笔 形状动态 OK没问题 所以这里有笔压要打开 你看我就随意的勾计笔 可能现在呢 也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形状做好 有笔压吧 有 感觉笔压不强了 你可以稍微有点错落的感觉 一会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模糊或者透明度这些方式 让它变得更真实一点 如果是画到左边 你从这样你这样画的不顺手的话 上次我说旋转屏幕按二键 你再按一次今天就可以了 为什么作单不行 因为作单里面没有图片 PS画部里面没有图片 如果有图片的话我们就去旋转屏幕 这样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画的更顺手一样 这个你可以看个人习惯 我试试左右都行 可以转弯了 它会有个提示 OK 这块睫毛就不要画得太长 还要顺着它原有的这个透视 稍微给它延长一点 这块睫毛也可以了 那尾部的稍微给它长一点 显得更妩媚一些 这个是看妆的情况 如果说你是一个清纯小女生 那你就得把她的妆呢 或者睫毛画得稍微正常一点 二次你修饰一个男性的这个睫毛的时候呢 你可以稍微给它延长一点 但是不能画成这样的 要看它的感觉 所以睫毛的长短的 它是有不同的味道的 好 我们比如画到这个长度 你可以给它做一点模糊 我们稍微做点高色模糊 一个像素 不够 两个像素 我觉得差不多两个像素了 让它看一眼 之前之后稍微还有点不太自然 我们可以添加图层蒙版 对我们睫毛的这个尾部的 拉一点渐变 让它有一个深浅过渡 俊软说有底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稍微拉一点 速度自然一点 好 尾部的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 让它透明度低一点 差不多是意思吧 这我就不讲就特别干事不下我了 大概有这个形就差不多了 下眼皮的这个睫毛呢 我们不要刻意去画那么多 它基本上上面已经有一部分了 让我们就它远远的技术上去稍微给它 画几个 这个项目就稍微粗一点 这个项目就稍微粗一点 所以让它说掉不太美 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个细节了 说一下 如果真的想把睫毛做得非常真实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看很多一些彩妆的大片里面 你看人家的眼睛一根根的睫毛怎么做 一般睫毛膏的这个广告 它要求就很高了 你可以把修眼睛的这个课 放在一个卖睫毛膏的广告 里面去感悟一下这个毛刷子这种细节 你这个图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卖睫毛膏的 所以前期做的就很一般 我们只能尽量的去美化它 如果前期做的再充足一些 就好很多了 我再做一点高丝毛膏 下面的模糊比较大一点 没反应 OK 这样说好一点 上面这个睫毛刚才我忘了 应该再给它做一点投影 你可以再速度一场 变得再黑一点 模糊的再狠一些 用选透明度再降低的狠一点 让它有一点点投影 让它有一点点投影 让它不要乱 透明度再低 淡淡的有一点 它可能既能做投影 又能去帮我们把这个睫毛变得更密集 所以用画笔去画这个睫毛也可能是要练 你没事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个空白的画笔去练这个长笔 那么多快 你拦一下 最后一种的大型 就是把眼镜统摆有多多快 尖离 我们可以用一个北海的 一有空白的 亲